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月十五捏豆面灯 晚上点灯碗 是咱大交东的重头戏 人们点亮自己的鼠项灯 再把灯吃在肚里 为了祈求福大寿大 大家也是拼了的节奏 每年正月十五 家住荣城的方桂凤老人都要和老姐妹们约着干件大事 一大早 老姐妹们就忙活开了 之前的都是序曲 真正的大事得从活豆面开始 黄豆磨成的粉带着功夫活得溜光水滑 软硬正好 老姐妹们要用这些豆面捏出各式各样的豆面灯 焦东地区正月十五点豆面灯是从元宵节闹花灯放烟火演变而来的 是当地人特有的祭祀祈福的民俗形式 是焦东地区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 要说这捏面灯的工具还真是省钱 剪刀 牙签和镊子就足够了 想让豆面灯捏的逼针靠的是心里有数 手上有谱 生肖豆面灯的眼睛是用家里常备的各种豆子做的 根据动物脸盘子的大小 用红豆 黑豆和花椒籽画龙点睛 捕上眼睛后 一个个小动物像活了一样 见过虎口拔牙 没见过虎口香牙 大米做的虎牙 镶上去照样微风凛凛 豆面灯形象各异 但它们都得顶个灯碗才叫正宗 灯碗中间插上一根细树汁 缠上棉花 倒上花生油 等到晚上就可以点灯了 生肖面灯大功告成 一个个微妙微笑的十二属相 吐着小舌头 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 就像要马上开口和人说话一样 清朝康熙年间的莱阳县制写道 右座面盏十二照月絮蒸汁 移补水汗 豆面灯还有占卜的功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豆面灯还有一种做法 有按月制作 一共捏十二盏 叫月灯 一月的灯碗上捏一个褶 二月的灯碗上捏两个褶 以此类推 在浓忙的六月和九月的灯碗上 盘条小面蛇 寓意风调雨顺 捏好的月灯灯碗里装满水 上锅蒸 蒸熟接锅的时候 哪个灯碗代表的月份蓄水多 就表示哪个月雨水多 用来占卜来年收成 哎呀 挺好的这部分 你用一份油 吃一份油 五份油 用过的豆面灯一点都不浪费 切成片和萝卜搭配 做成喷香的豆面饭 夜幕降临 孩子们拿着自己的生销豆面灯 凑到一起赛灯 据说谁的灯亮的时间长 谁就长命百岁 家里大人们按照风俗 在水缸上放鱼 粮食上放圣虫 猪圈外点猪灯 羊圈里点羊灯 鸡窝外点鸡灯 狗窝上点狗灯 这里的人们在正月十五的晚上 用豆面灯祈求在新的一年里 人畜兴旺 五谷丰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就是这里的来 뜻的